8月11号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宣布由加州联邦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 担当他的竞选搭档 也就是说如果拜登胜选的话 那么哈里斯将会是美国新的副总统 拜登的这一决定实际上比外面普遍预测的 提名副总统候选人的时间要晚一些 由此可见拜登在各个不同的候选人之间 还是花了很多心思 据我所知最近这两个星期 拜登主要在两个候选人之间比较纠结 除了哈里斯之外 另外一位候选人是奥巴马政府最后一任的 国家安全助理叫做苏珊·赖斯 最终拜登还是选择了哈里斯 这一次拜登选择的副手 被普遍认为很有可能是 美国民主党2024年总统选举的候选人 因为一般认为拜登今年已经是78岁的高龄 而且拜登的身体状况被普遍认为不好 所以美国媒体一致认为 拜登的副手很有可能取代拜登 在四年之后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换句话说拜登有可能只当四年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历任总统的副手 也就是副总统一般被认为 在各个方面都要能够弥补总统的政治上的弱点 那么哈里斯在哪些程度上 可以弥补拜登的弱点呢 换句话说拜登选择哈里斯作为副手 他的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 我认为最起码有四点 第一点呢就是 这个哈里斯非常鲜明的多元性的特点 哈里斯呢他既是一位女性 他也被认为是非洲裔 也就是黑人的这个后裔 还有呢他被认为是亚裔的后裔 怎么讲呢 因为哈里斯的父亲是雅买加出生的黑人 他的母亲呢是印度出生的印度裔人 所以呢哈里斯同一个人的身上 被赋予了多重的含义 任命哈里斯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呢 拜登认为可以帮助他争取女性选民 黑人选民和亚裔选民的这些支持 要知道黑人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 而亚裔呢现在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呢 也超过5%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他年轻 虽然说拜登目前在整个竞选的这个民意调查中间 领先于特朗普 但是呢对于拜登的吐槽也非常多 美国民众普遍认为拜登的年纪很大 并且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拜登也多次的说 他希望他的副手呢 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精力充沛的 但是呢也具有非常丰富执政经验的这么一个政治家 所以呢 今年56岁的这个哈里斯从年纪上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里斯呢也很有可能在四年之后 就是他60岁的时候代表民主党角逐呢下一届美国总统 第三呢是哈里斯跟拜登的个人关系非常好 原因是在哈里斯2010年到2017年担任加州的检察长的时候呢 他跟拜登已故的儿子 名字叫做伯·拜登 关系非常好 当时呢这个伯·拜登是特拉华州的检察长 拜登呢非常以他的这个长子叫伯·拜登为自豪 因为这一点呢拜登夫妇呢对于哈里斯呢也有一种特殊的信任 双方的个人感情非常好 第四点呢就是哈里斯的污点被认为非常少 那么美国大使人到现在已经只剩下两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目前呢实际上拜登在民意支持率上要明显的领先于特朗普 美国媒体一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要做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避免自己的这种丑闻 包括搭档的丑闻被共和党人给揭露出来 哈里斯在美国政坛呢形象一直非常好 媒体普遍认为他是非常清廉和正义的 那么哈里斯唯一的有可能被认为是污点的事情呢 是他当时在旧金山担任检察长期间 曾经和旧金山市长约会 当时呢旧金山市的市长呢是处于已婚的状态 当然夫妻两人有一些有一些矛盾 所以呢除此之外 哈里斯本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政治污点 这一点对拜登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刚才说了 拜登选择哈里斯的几个非常有利的地方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包括特朗普呢 最近这两天也抓紧时间来开始攻击哈里斯 这说明哈里斯呢被特朗普认为是非常有威胁的 那么哈里斯有没有缺点呢 对于拜登的竞选来说有没有比较相对负面的地方呢 其实也是有的 那么首先呢就是哈里斯呢对于摇摆州的加分比较有限 我们大家知道美国大选呢 它不是采用一人一票选总统的这种方式 它是采取的一种选区制 实际上2016年特朗普虽然赢得了美国的总统大选 但是他在选民的总选票这个问题上呢 是输给了民主党的对手希拉里600多万票 这是由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度所造成的 有机会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件事情 那么美国这种特殊的选举制度呢 就导致这个摇摆州非常的关键 美国一共有50个州 其中一部分州呢是明显的蓝州 也就是支持民主党人的州 比如说西部的加州 东部的纽约州 这些州呢无论如何都会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 那么南部的有一些州和中西部地区的有一些州 它是明显的红州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 它都会支持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么在美国有5到6个州 其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州 威斯康辛州 佛罗里达州这些州 被认为是摇摆州 这些州呢有的时候的总统选举 它是支持共和党人的 有的时候是支持民主党人的 所以呢任何一届的美国总统 大家想当选 赢得这些摇摆州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哈利斯呢 它来自于加州 并且呢在政治光谱上呢 是明显的民主党人 所以呢它对于美国的这些摇摆州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上 它能够为拜登提供的这种帮助非常小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这个哈利斯的加盟呢 对于拜登吸引民主党内的这个进步派的这种选民呢 吸引力非常有限 这一点呢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美国民主党呢 相对于共和党来说呢 它被认为是一个左派的政党 左派的政党 它一般来说呢 是支持高福利 这个大政府 小社会 这些意识形态 但是呢 在民主党内部呢 最近这些年来出现了一股进步的潮流 所谓的进步的潮流呢 就是一部分共和党的选民和它的党内的领导人 支持全面的学习像北欧那样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这种模式 具体来说呢 就是要实现高福利 大政府反对这个垄断的企业 那么这一股进步的潮流呢 它在党内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2016年呢 希拉里之所以失去了美国总统大选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呢 被认为是党内的叫做进步派 没有在最终的选举中间出来投票 支持他 那么哈里斯呢 虽然要比拜登 拜登呢是一个民主党内的中间派 也就是温和派 那么哈里斯呢 虽然要比这个拜登稍微左一点 稍微进步一点 但是呢 他跟党内的一些进步主义的领导人士 比如说这个桑德斯 比如说来自于马萨朱塞州的参议员叫做沃伦 比起这些人来说呢 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那么进步 换句话说呢 哈里斯的加盟 对于拜登吸引党内进步派的这些选票呢 是这个用处不大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在今年11月的选举当中呢 美国民主党的一部分进步派的选民 有可能由于对于拜登呢 和哈里斯两个人的这种政治主张 不够支持 而不出来投票 这样实际上呢 会导致这个特朗普呢 会再一度的这个得到好处 总的来说呢 今年的总统大选 对于现任的总统特朗普非常不利 由于呢 这个新冠疫情的冲击啊 包括这个经济的低迷啊 还有前一段时间 一直到现在都在进行的 这个美国的反种族歧视的运动呢 对他来说都非常不利 拜登呢 也持续的在民调中领先 但是呢 最近几个星期以来 我发现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那么拜登的这种领先的优势呢 已经从过去的大约15% 13% 现在逐步的下降到10% 甚至7%或者8% 选举呢 到从现在开始呢 还有两个月左右 两个多月的时间 所以呢 有一部分 这个我在美国民主党的一些朋友就认为呢 目前拜登的这种领先的地位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虚弱的 那么哈里斯的加盟呢 也没有能够让这种优势呢 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在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呢 我认为呢 美国的新冠疫情可能会逐渐的缓解 美国的这个经济复苏呢 可能会逐渐的开始出现 这些呢 对特朗普来说 都可能会是一些利好的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 拜登和他的搭档哈里斯 是否能够笑到最后 在今年11月3号的总统选举中 击败特朗普 入赌白宫 让我们拭目以待